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的盤面非常的特殊 加強股價指數目前盤中上漲了34點 可是你要看一件事情 今天的上市過於上漲的加速 大概只有700加左右 但是下跌的加速居然高達1100加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最主要原因 今天的資金又被誰吸走了 又被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目前盤中漲了1%來到487塊 我台積電的上漲帶動的指數 就是整個加權股價指數的反彈 可是重點是你很多的中小型類股 它反而賣壓非常的沉重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有一些標的 比如像說過去很熱門的 甚至你的老師昨天在講的 講得非常大聲的這些股票 像生技類股 4162的智勤目前盤中跌了 將近快5% 1760的保齡附錦今天盤中跌了快7% 甚至IP類股當中 創意今天跌了將近4%對不對 6533的金星科跌了5% 甚至6531 IP今天跌了4% 但我不是講這些股票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過 其實台北股票市場 目前的位階來講 它都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但是這些股票為什麼會跌 甚至說為什麼今天 它會出現一個回撤 明明資金 明明整個行情指數 它就沒有怎麼樣 它也是上漲的 那這些個股反而跌了708落 因為乖離的問題 只當我的股價 跟均線的距離太遠的時候 它必須來去做一個修正 它要來去做一個回撤 所以你看 你就從愛普的位階來看就好了 如果你把它的BIOS指標 你把它放進來有沒有 當你看到這個BIOS指標 來到一個相對高檔區 那我是不是向上空間有限 我中間都會經歷一檔回撤對不對 創新高之後再來一個回撤 所以這些個股 都還有機會再創新高 可是你的買點在哪裡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來去做切入 包括1760的保齡附金 大家最愛的生計股也是 是啊 我的漲幅太大的時候 我一定要來跟月均線 來去做靠攏 那你靠攏到月均線的時候 你再去做切入 我講實在的一點都不遲嘛 但是重點是 每一次當你遇到這種 行情回檔的時候 有沒有那個信心跟勇氣 來去做一個切入 但這就是考驗人性的時間點 股價沒有漲大家不想買 可是當你股價在大跌的時候 明明就是最好的買點 可是呢 因為恐懼的心理 反而會怕了嘛 那你一旦怕了 很多的個股就錯失了機會 錯失了一個買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談說 這個禮拜叫做修正 乖離的格局 當我乖離太大 你要勝防收斂 那有些個股 它已經在做收斂了 那你在做收斂的過程 就會有第二波的買點 它會出現 強勢股拉回 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而且當你的第二波買點買對了 它的漲幅會比第一波的買點 還要來得更大 它會更多啊 這個其實在很多 各位投資朋友 所學的這種波浪理論 是一樣的原理 它的道理是一樣的嘛 就像波浪理論 它都講過嘛 多頭來漲的 多頭通常都會走兩波嘛 走三波上來嘛 兩波的下跌嘛 那你第一段呢 上來叫做初升段 初升段回來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回撤 那你最好的買點 就是在初升段的回撤之後 進入到主升段 這個地方的買點 這個是最漂亮 而且獲利最大的一個位階 可是你當那個買點來的時候啊 基本上啊 敢買的人不多 因為你會發現到市場上面 還是很多的利孔 大家還是告訴你 未來的這個出口會衰退 景氣會不好 很多的庫存過高需要修正 但是即使有這些問題哦 有這些困擾 可是股價呢 它反而不跌了 這個就是 過去的那種恐慌氣氛 它已經來到了一個極限 那股價都已經跌到了 它可能哦 這十年來最低的一個位階 甚至可能 它的本益比都已經來到一個 非常低的位置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很大 那你這種位階 自然啊 你都跌不下去了 就只剩買盤嘛 就只剩往上漲的一條路而已啊 但是最怕的是什麼 當你看到這種股票在漲了 我出身段漲上來 趕快積極的去做追價 那主力大戶 它也不是吃素的啊 他們不是做那種慈善事業的 在股票市場裡面 沒有人是慈善家啦 就連巴菲特都一樣嘛 對不對 那中間在洗盤的過程 在震盪洗盤的過程 它一洗下來 你可能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賣掉了 後面錯失掉主身段的行情 這才是最可惜的嘛 真的這才是最可惜的 所以我說 你現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找好股票等它回撤 尤其是有些個股 它是屬於業績成長 而且股價在低檔的 這個最棒 因為你業績成長代表什麼 我的基本面很強啊 那我的基本面很強 我的股價在低檔 那你說 當我的股價 跟我的基本面偏離太遠 你只要時間一到 它自然就上去嘛 那你要用時間去換取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空間出來啊 所以10月份的時候 我一直跟大家談說 有一些個股 你可能覺得老師講的會很好笑 怎麼會有人跟你講說 要買這種股票對不對 包括我在買台積電的時候 全年EPS三十幾塊錢 四百零一塊錢 我跟你講說這個價位很便宜 因為本益比只有十幾倍 這叫做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十年以來最好最棒的一次買點 比疫情那時候還要好耶 但是因為股價下跌的關係 不敢買嘛 因為這種大家對於那種半導體的那種憂慮 那種恐慌的關係 不敢下去做進場啊 為什麼不敢買呢 被嚇到了嘛 當你不敢買的時候呢 你說401塊錢 確實我也不是買在最低點啊 可是你有發現嗎 當你的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他很大 當你跑到487塊錢了 甚至呢你看到了巴菲特在買了 才會告訴你說 啊這隻股票我真的又錯失掉了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都有一樣的問題嘛 大家都會遇到一樣的障礙啊 那我以前我也遇到過一樣的狀況啊 就是這種股票明明很好 我都希望說我要持有它 我希望買它 但是每一次就是在股價下跌的時候 就會害怕 那你一怕了 看著股價哎呀 反正我之前400塊錢都沒買了 那你漲到400塊我也不要啦 那你不要的時候 就看到股價一直漲一直漲 一直漲一直漲 然後到時候就後悔垂心肝 啊早知道我400塊錢就買 等到漲到600了 想說真的不行 又穿你去買 穿你去買又買在相對高檔區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操作上面 要先有公式跟方法 真的積跌下來的時候 你要克服這個障礙跟恐懼 就是把它未來算起來嘛 你的未來能夠很仔細的去做評估 那我相信啊 你知道說這個地方是買點 你自然不會害怕 你的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很大 所以我就是用這樣子的 方式跟方法 在帶領我的投資朋友嘛 包括星星也是哦 200塊錢跌到了120 每一個人都在罵 那為什麼200塊錢大家都說他好 120塊錢大家都罵到翻掉 這個我也不懂啊 但是重點是 120塊錢他的價位是不是非常便宜 如果說我的買的位置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反轉的空間很大的時候 你這樣子買你才有辦法賺到大利潤嘛 所以他漲到161塊錢 我就說哇亮燈漲停板恭喜大家 那你這個位階點上面 當然已經都漲幅30%了 你真的想要買那你要幹嘛 你要等啊 你要等待下一次的機會 再來臨的時候嘛 所以做股票真的不是只有追而已啊 這是在低檔的時候要怎麼找到股票可以買 甚至呢有一些個股 在10月份他就是最好的機會 而且是一些大型的全資股 它的風險性比較小 它的獲利呢也不差 那你承受比較小的風險 可以取得比較大的報酬 這個就是操作上面我們要去思考的一點嘛 所以風險跟利潤之間怎麼去取得平衡 這就是操板手每天在做的功課啊 所以接下來我跟大家談過了 當這些大型的全資股 它開始反映它的價值了 你說台積電它漲到了490塊錢 你這個位階你要去追價嗎 我也建議你不要啊 乖離太大它本來就會做收斂 那你在收斂 你只是看用什麼方式去做收斂而已 那如果說假設又用追價的方式 可能一個利空下來 或者是呢可能一個擊殺下來 你可能又被套在相對的高檔區 那就很可惜啦 所以真正最好的買點 永遠都是在急跌的時候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房 可是真的當急跌來臨 我相信你又開始又不一樣的想法 我今天想買台積電 結果我要等等等等等到那個機會來了 你才要下去做切入對不對 可是呢當那個機會來臨 真的401塊錢這個機會來臨 你有出手嗎 你可以買的比我更便宜 為什麼你買不下手 因為恐懼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有人來幫助你啊 幫助你克服那種貪婪跟恐懼的心理 股價大漲不要追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房 所以你認同我們操作的 歡迎廣告時間撥通電話 當然呢還有一些業績成長股 股價還在低檔的 那還用哪一些標的 廣告回來繼續分析 城東斗鋪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城東斗鋪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斗鋪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城 在11點到11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目前加權股價指數 因為台積電的關係又持續往上創新高 現在已經上漲了66點左右 可是一樣哦 在這個整個結構上面來講哦 下跌的加速還是比上漲的來得更多啦 那當然 這就有一點那種 戶盤在固盤的意味存在哦 那我認為啦 如果選錢啊 他這樣子硬拉的話 那其實選後呢 才是真正決勝的關鍵哦 到底 行情會不會出現一段 休息整理 這個就要看最後 當你的這些 干擾因素消除之後 自然才會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他會出現哦 所以現階段的操作來講 節奏的掌握 非常的重要哦 不是說你看到什麼股票很強 然後就趕快跑去做追價 而是你要去考慮那個乖離的位置 到底有沒有過熱的問題發生哦 當你那種過熱的股票 就算你想買 你都要等他回撤的時候再說嘛 所以這種做法其實包括我在 講跟大家談說這個 新勝利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當時11月7號我跟大家談說 新勝利乖離太大有沒有 當我股價跟均線的乖離太大 他要進行收斂 所以呢 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出現爆量黑K棒 那拍謝 你一定要調節一趟 當你把這檔股票調節出來 你才有辦法再去買 下一檔低檔的標的對不對 否則 你如果是用追價的方式 你追在這個最高的位置點上面 你會發現哦 最近就算行情怎樣 沒有跌他已經先開始修正了 他已經先開始修正了 所以呢 股價就開始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一直做橫盤一直做橫盤啊 那你橫盤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最怕的是什麼 會不會突然之間出現一根爆量 可以直接給你灌破月線 如果我直接給你灌破月線 那我均線呢 因為扣底值的關係 他準備要扣高了嘛 那我一旦扣高均線開始轉個下彎 那他的整理時間就會變得非常的久 他就會變得拉得非常的長 所以最好的買點就是在 他的底部形態剛成形的時候 這叫做最肥美的一段啊 當我的股價底部形態成形 我的月均線從下彎 剛翻為向上的時候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向下空間有限反轉的空間很大 當時跟大家談這檔股票的時候 不到50嘛 那你等到漲到60 你把它出掉 你都有錢可以賺對不對 所以這叫做操作上面的一個節奏 tempo跟方法 所以有些個股 我都跟大家談說 其實有人偷買 這些股票可能有一些市場上的資金 可能大戶啊 法人啊 他們偷偷去做布局 但是他們在做布局的時候 絕對不會敲羅達股嘛 我今天要做哪一檔股票 然後我還跟你講 然後你來搶我的籌碼 這樣對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們一定怎樣 悄悄的收 偷偷的收 甚至可能一天收個幾張幾張幾張 我慢慢集結到一個很大的部位的時候 我去拉抬 這個才有賺錢的空間嘛 對不對 如果你是大戶 你是主力 你的想法就是如此嘛 那你要怎麼發現到說他們在買 量價關係很重要啊 所以為什麼我會創造金流比的原因在這邊啊 因為當你從量價關係你去找到 這檔股票在低檔有人去做布局 那當然你去買的時候 你的價位跟他差不多 那成本大家都一樣嘛 你買了一千張 我買了一百張 大家來比比看啊 對不對 如果今天股價跌下來 是一千張的也要難過 還是一百張的 當然是一千張那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看嘛 我當時在買省準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這檔股票很棒啊 因為金流比從50跳升到前10 大量資金在賣 強勢股回檔 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周轉率拉升到11% 怎麼這個大盤在跌的時候 怎麼這檔股票逆勢強啊 那時候大盤都沒有上到月線喔 都還在月均線之下那邊擺盪 但是呢 這檔股票逆勢強於大盤 用一條均線就搞定了 所以呢 這種股票最好的買點 就是在拉回的時候 大盤跌的時候有沒有 當指數跌了116點 我說老標股有新生命啊 11月3號的時候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你的買點是對的 後面到11月9號 就來到亮燈漲停板 這樣子上來就創新高嘛 但是創新高 因為你的買點是夠便宜的地方啊 所以是不是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很大 那你自然有機會 跟他抱一個大波段上來 到昨天還在創新高 來到228元嘛 那網通題材啊 這就是過去大家最熱門的 我說網通工業電腦 這些族群是不是七八月份最強的 那你七八月份最強的 代表說他本來就有標股的DNA嘛 那你有標股的DNA 現在又有人在買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你的買點是對的 風險比較小 你的獲利比較大 所以我說當你股價漲上來的時候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踩到這個位階才想說 快點買這支鉤票對不對 那重點是你的DNA沒有買 你漲上來才去追 那如果中間給你一個洗盤呢 受得了嗎 你可能在洗盤的過程 受不了就砍掉了嘛 那你一旦砍掉了 有可能下一段上去就是主身段啊 那你主身段錯失掉了 那不就非常的可惜嗎 所以我說像這種股票 像你今天回測回來 你就知道啦 其實這種股票 你的買點就要夠便宜嘛 對不對 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的風險比較小 可是你的獲利比較大 那你不是等到高檔 就已經說乖離很大了 我的Biase指標都已經來到前高 才去做追股票的動作 這樣做不賺錢 這樣做股票是不會賺錢的 所以我們要做到低買高賣 那你就一定要有公式跟方法 那你的公式在哪裡 資金的流向決定行情的方向 當這檔股票有人在買 有資金偷偷進場佈局 那當然啊 如果說人家買的位置點上面 就已經砸了 可能砸了一兩千張在這裡了 我有必要怕他嗎對不對 所以什麼都沒有改變 變得只是你的操作的心態而已嘛 那你當你知道說這些股票 都有很棒的這些市場的資金 去他所青睞的 他今天買了第一筆 就會買第二筆 一樣會買第三筆嘛 所以同樣呢 像這種股票也是喔 你說錯過神主 我覺得沒有關係 像3207的躍勝有沒有 金流比從250跳升到前30 周轉率拉升到了18% 那你底部橫盤整理帶量縮 那這種量縮就是我一開始跟大家談的 如果我今天我要收籌碼 我一定偷偷的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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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買嘛 這叫做小蜜蜂策略 就我一點一滴的偷偷的去收收收 那我一天一張一張買 買到足夠量了 我的量夠了 接下來開始要進入到什麼 拉抬的階段對不對 所以呢第一階段完成之後 開始進入初升段 那我出升段漲完之後一定會有回測啊 所以我說大量的時候你不要下去做切入 因為人家已經告訴你 我現在在收 收完了之後呢 強勢股回檔正在買方 所以金流比從250跳升到前30 我說這個是未來啊 市場上面前30大的熱門股啊 那你回測回來在月均線的附近 都是很好的機會 強勢股回檔買啊 量縮回檔繼續漲上去嘛 那這個就是所謂車用相關的族群啊 包括4931的新勝利 包括3046的見機有沒有 那你看喔 見機也是啊 那我現在呢 已經開始回測到月均線 你的買點在月線後面上去 你是有賺錢的喔 可是當你的乖離太大的時候 你在這個位階點買 那拍謝他一定要把你洗掉嘛 所以你從見機從新勝利到 這個所謂的要勝來看的話 其實他已經有一個族群性出來了嘛 這些個股其實表現的都 比大盤還要來得更強啊 所以我說像這個啊 你說慢慢的創新高上來 指數今天在回檔 可是個股都回得很重 可是他為什麼會悄悄的漲上來 有人在偷買 有資金偷偷佈局嘛 但你有人在偷買 你配合基本面的表現 你就知道啦 其實你說這種股票不便宜嗎 我今年前三季就賺了3.38耶 然後我10月份營收還在創新高耶 那你以他現在的位階來講 我光我第三季的EPS喔 是大幅成長到1.85耶 假設我現在第四季可以賺的 跟第三季是差不多的錢 你說這個股價來講是貴還是便宜 我們這樣去想就好啦 當然這些事情一定有人先知道嘛 先知道的人先買股票 沒關係我們就等出身段回測 買第二波主身段的機會啊 所以這叫做節奏跟方法 那你的業績成長股股價還在低檔的 這個還有很多啦 但是我相信這個位階會越來越少 因為不是之後我會發現嘛 還有其他很多市場上的主力大戶 他們都會知道啊 他們當他們把這些個股 一檔接著一檔搜尋起來了 然後一檔接著一檔開始做切入 開始在低檔買了 那我告訴你 你這種股價低檔的機會 當然就越來越少嘛 所以你要趁著現在的時間 去在行情震盪整理的過程 先把這些股票挑出來 那你挑出來之後 你也不是叫你去追啊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啊 所以呢 有一些個股我真的覺得 他未來的成長性成長動能 真的蠻驚人的 只是說 現在大家對他的討論度比較少 那也很正常 人家正在收籌碼不會放消息 等到他後面放消息 他在做拉抬的時候 你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你才知道說 為什麼底部會出現這麼大的量呢 但是你等到那個時候呢 不好意思股價可能已經漲了10% 20%不一定啊 所以呢有些個股包括這一檔標的也是喔 他轉型成功獲利開始暴增有沒有 金流比從400 跳升到120 大量的資金在拱 量縮回來 買盤沒有離開嘛 賣壓不中買盤沒有離開 那我回測到月均線 是不是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很大 那我現在呢 當然以他的業績跟未來的表現來看 本益比都還在相對低檔區啦 我也可以透露一下 現在的本益不到10倍啦 不到10倍 那你這麼便宜的公司 你現在有人偷偷去做收籌碼的動作 當他震盪洗盤完了 一旦一根長紅棒出去 我告訴你 主身段就來了 可是你可以等到主身段再去追 我不反對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買到更低更便宜的 那你就是要買在出身段的回測 那你出身段的回測 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的風險最小 你未來的獲利才會是最強的嘛 所以這就是我看到的一個機會 那這些機會 就是未來的潛力股 這些潛力股你要怎麼去做佈局 不是追股票 好的股票你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所以還有很多類似這樣喔 業績成長股價還在低檔呢 我真的不希望你錯過這個機會 因為你一旦錯過了 這些低檔股越來越少 最後你只能追啊 那你一旦去追了 那你的風險變大 你反而獲利空間變小了嘛 所以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真的沒有公式跟方法的 歡迎廣告時間撥通電話 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這次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